整个航母的运动呢 超出了我之前能预知的一个范围 发现自己的这个操纵动作呢 跟不上中线的这个移动的速率 夜间在辽阔的大洋上 基本就只能看到三条灯线 只能说有一条跑道在那里等着我们去降落 他们不断地进行挑衅 这种火控的这种锁定 等于是一种威慑嘛 飞行员一上飞机的那一刻 什么风险啊 都不在自己脑海中 空中就是如何击杀敌人 就在领起飞前的一瞬间 我跟我的主员突然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这么大的飞机从你面前 经过你的指挥安全起飞 很荣耀的那种感觉吧 我们就要对我们当前的局面 有一个精准的判断 不能说让它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 一直持续地努力地坐下去 去守卫大家的这个和平安宁 2024年5月1日上午八十旬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捷栏起航 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染装置 满载排水量八万吨 自2022年6月下水以来 福建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 顺利完成细薄试验和装设备调试 具备出海进行试验的基础条件 福建舰完成为期八天的首航试验任务 目前正在返回船厂码头的途中 设航期间 对福建舰的动力电力等系统设备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达到预期目的 2024年5月8日下午 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顺利返回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 根据航母舰造工程进展 这次海市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下一步福建舰将按既定计划开展后续实验工作 2012年9月25日 弦号为16的辽宁舰正式交付人民海军 中国航母时代正式拉开 从首次歼15成功阻拦着舰到多次潜出南海 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 探索和实践了航母编队远海作战运用的方法路子 2017年4月26日 弦号为17的山东舰举行下水仪式 我国拥有了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 自主建造 自主配套的国产航空母舰 2019年12月17日 山东舰入列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进入双航母时代 2022年6月17日 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福建舰下水 我国迈入三航母时代 航母作为大国重器 是国家海上实力和国防能力的象征 国产航母一次次远赴深海 力艰大洋 那么在航母的不同站位上 官兵们是如何发挥战斗力的呢 舰载战斗机是航母核心战斗力的关键部分 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在刀尖魔力尖刀 在远海数位空天 每一次起降的背后 都承载着飞行员们的苦心钻研和严苛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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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 直接拆动 南部战区海军 现在航空兵某部的年轻飞行员许悦 刚刚进行完夜间飞行训练 如今他已经成长了一名 斥炸海天的战斗运 然而在一年前取得夜间着剑资质认证时 许悦曾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我第一次取得夜间资质的时候 前两次的飞行不是说特别的顺利 要崩溃的一种感觉 整个航母的运动超出了 我之前能预知的一个范围 发现自己的操纵动作 跟不上中线的移动的速率 飞杀着舰瞬间 时速高达数百公里 而有效着舰区域的长度 仅仅是36米 复杂海矿导致航母甲板出现明显摆动 这不仅会影响战机精准着舰 一旦发生微信 舰载战斗机甚至会成为 砸向航母的一枚炸弹 夜间在这个辽阔的大洋上 基本就只能看到三条灯线 只能说有一条跑道在那里等着我们降落 航母在海上航行 从空中看只有一枚邮票大小 而在暗影环境下 找到这枚小小的邮票 更是难上加满 对自己的这个操动来说 就一是要快 第二个呢就要精准 徐悦顶住压力 最终完成了夜间逐渐资质认证 作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徐悦明白 只有一次又一次与风险擦肩 一遍又一遍在刀尖上历练 才能在远海大洋上搏击 与敌人迎面战斗 守护祖国的海空 就在几年前 南部战区海军舰载航空兵 某旅飞行员王忠元 曾遭遇过外国战机 直接就是拿火空来的 等于四打二嘛 他们觉得就是有优势嘛 这时候就是拼这个决心 和拼这个意志的时候 面对外机的挑衅 王忠元和战友毫不畏惧 他们这个不断地进行这种 挑衅 这种火控的这种锁定 等于是一种威慑嘛 我们做出我们应有的这种态度 驱离 当时他们看到我们 因为飞行员有飞行员之间的语言 通过我的机动 他能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飞行员 所以说他们也就走了 在遭遇外机的那一刻 王忠元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担当 飞行员一上飞机的那一刻 什么风险啊 什么这些都不在自己脑海子 空中就是如何击杀敌人 这是要考虑的 王忠元凭着这种拼劲 继续在海防阴线 为战而飞 发挥出海空猎手的威力 舰在战斗机是航母的主要作战武器 其出动数量也是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标志 而要想保证一架架歼15战机 已飞冲天 直刺苍穹 还离不开甲板彩虹人的协作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身穿绿色针织衫 黄色马甲的 是起飞助理宋志浩 为了在巨大的轰鸣声中顺畅沟通 不同的甲板彩虹人身穿颜色各异的识别符 通过手势进行交流 不同的针织衫就代表的是不同的专业 像我们的绿色吧 绿色代表的就是起降专业 黄色它代表了一种 在甲板上有一定指挥权限的 事实上 他们身穿的七彩战衣 不仅可以用来区分岗位 衣服上的不同部位也都暗藏玄机 最重要的是它的本身就是一件救生衣 因为甲板上的人上来之后都有一种坠海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能看见最明显的就是肩膀这边有两个荧光条 包括我们的背后这边都有一个荧光条 然后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小灯 如果人一旦坠海的话 海水是导电的 所以水一给它接通它就亮了 就比方说现在我们沾点汗水 然后给它一连接上 它就亮了 对 它配套的还有一个口哨 它跟普通口哨有区别吗 这个声音 用不吹一下 吹一下 还是很响的 对 还是比较响的 因为它这个在空气中传播的距离远一点 左下角的这个口袋里面是有两个东西 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海水染色剂 它在海水里面 如果你把它拆开之后呢 就会把你周围的一片这个海的颜色 会染成一种便于发现的颜色 这个小包包里面装的是气沙剂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红色的这个小拉链 这个东西呢 就是用于我们这个救生衣的膨胀 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气瓶 我们可以把它拉开看一下 当它浴水的情况下 下面这个开关就会自动探明我们落水 然后自动就会膨胀开 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我们可以人工吹气 把这个救生衣给它吹鼓 吹起来之后呢 也可以起到这种救生的作用 这个可以演示一下 其实你吹这几下就已经开始了 对 现在就是它胀起来的一个效果 就应该是这样 到时候我们包括后面这个 后面就是鼓起来的 到了海上以后呢 你这样就会成一个半躺的姿势 使你这个脖子以上的这个部位 可以露出海面 持续地进行呼吸 避免溺水 做完一系列准备动作后 松之后还要完成大家熟知的 航母Style手势 在这凌空抑制的帅气背后 松之好和战友们却肩负重任 这个手势可能 因为我们看起来的话 只有简单的这么抑制 但实际上 因为飞机的起飞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流程 我们需要把这个舰载机 从引导员手中接过来 从它后面这个滑行啊 再进入到起飞位 再到起飞离板这个过程 都是由我们这个小组来完成的 事实上 舰载战斗机起飞时 起飞助理送之后 是离它最近的人 舰载战斗机高达上千摄氏度的五分 一旦扫到人体 后面将不堪射向 此外 如果舰载战斗机在离舰时偏离跑道 它所产生的巨大五分 可瞬间将附近的人吹进海里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第一次跟班这个岗位 趴下的时候 飞机从你面前一经过 那一个瞬间 飞机的那种声音 就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不光是声音对耳朵的这种震撼 更是一种就是物理震动 就感觉脑袋和心脏和飞机震动在一起 就哦哦哦这种感觉 航母的作战能力取决于舰载战斗机的出动效率 出动越快就意味着航母的打击能力越强 而宋志浩带领的起飞小组 是为舰载战斗机放飞做最后检查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检查效率决定了舰载战斗机的起飞速度 而起飞小组也往往遇到一些突发情况 那天晚上应该是我们见夜间飞行 当时在飞机临起飞前 我们做了所有的检查 情况都是正常的 就在临起飞前的一瞬间 我跟我的组员突然发现了一些特殊情况 及时就做出了这个叫停的手势 从起飞助理给出放飞手势到放飞飞机 通常只有一秒的时间 就是在这一瞬间 宋志浩果断抬起双手给出一场手势叫停飞机 最终成功处置了一起特勤 其实我们反过来看录像的话 可能一秒钟都不到 因为那个时候飞行员都已经敬礼了 就差我们最后一步起飞的手势了 相当于以最快的速度 让这个飞机没有起飞 快速反应处置特勤的背后 是宋志浩和组员们 预计月里的努力 在甲板上保障的人来讲 其实这个针织山湿透 它是一个特别经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在这几个点位之间 来来回回地跑的话 可能跑两栋 这个就湿透了 针织山 它是由阻燃材料制成的 它也比较厚 然后导致我们里边这个就会湿透 送这好客战友们一次次在大风大来风 提升打赢本领 在航母上 还有很多女舰员 她们不仅青春靓丽 在站位上更是英姿撒爽 每当在驾驶室望着一架架舰在机凌空而起 又平安降业 山东舰舰员高丽和格外自豪 欢迎来到山东舰女舰员的生活区 在这里不仅有山东舰上的生仓向日葵 还有咱们的航母小太阳 咱们的每一名女舰员 每一天都充满了正能量 女舰员生活区的形体室 是山东舰特有的功能性舱舱 在这里女舰员们可以进行体能锻炼 和日常有氧运动之后的拉伸和放松 大家可以看到舱壁上两边的照片 内容涵盖了女舰员的生活照 和家人朋友之间的合照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女舰员生活区的活动室 在这里咱们的女舰员正在进行看书和读报 来一起给镜头打个招呼 这些女舰员身处不同区域 为这艘巨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高丽和担任山东舰的航行副职公关岗位 其职责之一是对外通联和喊话 他们不仅要与本国或外籍船只沟通 避免发生碰撞 还要对外籍外舰的挑衅进行发声 航行中高丽和每次的发声 都代表着山东舰的形象和国家立场 毕竟是代表咱们舰去航话 然后和外军舰机进行一个通联 如果说没有航好 或者是当时的语气也好 发音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没有做好的话 会觉得对咱们的航母形象其实是有损的 我做这个事情就是一定要把它做好的 报告主管在左旋五十一栋距离十四海里 发现一艘不明舰船 持续向好接近 副主管按预案开始处置 明白按预案开始处置 我们就要对我们当前的局面 就是有一个精准的判断 不能说让它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但凡是军舰之间设计这个局面判断 然后处置的时候 它就不当是一个避碰的行动 所以我觉得就是谨慎 在有精准判断的情况下 谨慎地去航话 时刻保持战斗姿态 在远海大洋上与对手斗智斗勇 高丽和所在站位就是航母编队的一个缩影 见证了一次次破浪前行 一次次驱离外军舰机 它和战友们以临战姿态直面对手 用坚决行动维护国家利益 而在远海大洋上 作为航行复制跟关的高丽和 还经历过许多骄傲和温暖的时刻 第一次跨区训练的时候 有山东省 咱们那个出海捕鱼的这个渔民们吧 当时他们是拿着这个国旗 和咱们的那个山东舰航母 然后有一个自己录了一个视频 唉 山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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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看 跟那看 看 来 来 来 我们的家小姐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欢迎欢迎山东家 跟那家小姐 太包了 还有一切 从二货 从二货 在我上个 害一个人跟那看 山东家 推会去 自己叫小姐 是 以后我们大鱼 都到这里 他们肯定给我们护航 我也图四驾驶 这么多 身为一个中国要站得好 看着我要翘到了 走到鲁维修国好运了 想这个烟面海拳敬礼 太高兴了 在海上看到国产航母的英姿 山东青岛的这些渔民 忍不住表达着心中的激动和自豪 见到你们很激动 山东剑是我们家相见 能在这里见到你们心里很踏实 谢谢你们的守护 谢谢老江 守护主 守护安眠 是我个人 布你们入篇 非常高兴的一点是大家对这个部队 还有就是对部队的官兵真的是真心的拥护 拥军 然后我们也就是真的是没有辜负老百姓的期望吧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队伍里面一直持续的努力的做下去 去守卫大家的这个和平安宁 从近海到远洋 每一条壮阔航迹都见证着人民海军向海图强的坚实步伐 如今我国已经步入三航母时代 福建舰顺利完成首次航行试验 展望未来 这些航母战斗员将继续像螺丝钉一样 卯在站位 破浪前行